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早上跑操 然后要加强体能 然后从零基础的那种简单的对的动作 然后慢慢地学习 然后慢慢加强难度 加强强度 整个过程中也有比较难过的时候 所以说肯定是有过的 就是觉得真的很累啊 或者是脚很疼的时候 会有一点 以前觉得说就是天安门前走一遭是 别人说就是一辈子的容光 是很光荣 但是到底怎么个光荣法 真的是只有自己走在这个 走过那个青石板路的时候 才能觉得那种很激怒 我真的第一次感觉我和祖国的距离这么近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国庆的胸标 然后还配到这国旗 这是中国军队 中国的维和部队 中国参加世界和平的维护的部队 所以既有这个国际范 还有中国的特色亮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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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